來去匆匆 改時過客 南海上風 早在處女 唐美雲歌仔戲團 藝術總監唐美雲 率領孟婆客棧 原班主演蔡振南 方欣 許富凱 方又欣 還有國光劇團當家老生唐文華 以及歌仔戲《永遠的娘子》許秀年 人間國寶小咪 超強卡斯 將帶來全新劇場版的《孟婆客棧》明星雙飛霞 其實《孟婆客棧》它其實真正的在舞台版演出 我們其實在很多年以前有一個劇場版的《孟婆客棧》 可是跟這次是完全不一樣的 今年的製作是一個全新的製作 當時這個故事 這出戲得獎以後 我們一直覺得在人生當中有很多人想要探討的問題 不敢去深入討論的 我們就藉著孟婆客棧 來討論這個面對生死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知道來到孟婆客棧 一定要喝孟婆湯才能夠去投胎轉世 可是到底是不是每個人都心甘情願地喝湯 願意遺忘一切 還是帶著遺憾去投胎呢 那我想我們這個戲故事最主要是要說的就是說 人生不要有遺憾 不管是在世或者是來到冥界 那孟婆客棧呢 我們這些成員們是負責幫助客人 可以消除他內心遺憾 就是讓他可以安心喝湯轉世 這出戲的IP很特別的地方 我想就是我們以歌仔戲為作基礎 然後是一個全新開發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電視版的時候其實萬老闆就是我演的 他其實是一個現代的珠寶商 然後去到冥界 那因為電視的拍攝手法 他可以有比較大的空間 他可以去做 可是改成舞台版以後呢 我們更把它聚焦在人物跟情感上面 所以這個會跟電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這次的孟婆客棧是原班人馬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更值得觀眾朋友期待 還有加入我們唐老師啦 還有我們年姊咪姊 我想這個是除了來看孟婆客棧 也是看不到這樣的黃金組合的 電視劇孟婆客棧曾獲得第57屆電視金鐘獎 戲劇節目創新獎 這回將電視劇的IP帶進劇場 以歌仔戲為基礎 聚焦在人物與情感上 以揮諧搞笑的方式 帶領觀眾探討生命的課題 這個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所以呢 除了大家熟悉的孟婆客棧的成員們 湯伯 玲瓏 水仙 小諸葛 萬老闆以外呢 咪姊這個故事跟湯文華老師 他們所飾演的角色呢 是在書中發生的故事 就是來到冥界 冥界裡面又有另外一個世界 就是在書本裡面 劇本書裡面的故事 為什麼不可說呢 因為咪姊這個角色很特別 就是咪姊以前大概演這麼久 幾十年的戲大概沒有演過 類似像這樣的角色 對咪姊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而且是很有可看點 所以就沒辦法套勞太多 就一開始聽到美雲姐要 就是孟婆要的舞台劇版 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演過電視版覺得其實還不過癮 結果就短短的三十幾集就結束了 那想說很開心又可以開始來演歌仔戲 但沒想到我們已經四年沒有碰歌仔戲 所以第一次去排練的時候 我就覺得又開始生硬了這樣子 然後會很緊張 可是也非常期待 因為電視版演完之後 很多的觀眾都一直在敲碗 就說什麼時候有續集啊什麼什麼 終於等到了舞台劇版 然後所以每次的排練 我都非常的珍惜 然後一直要抓回那個感覺 但我相信只要那個戲服穿上去之後 那個玲瓏就會出現了 我在裡面演的是 因為他金水仙生前 其實就是在跟著歌仔戲在演的 所以那個時候在拍歌仔戲之前 我們有跟美雲老師跟他的子弟兵們 有花一段時間從基本的一些身段 還有招摳這樣開始練起 那當然經過四年之後 該忘的也忘光光了 那這一次非常感謝這一次的舞台劇版 所以其實又把以前的那個很基本的東西 再慢慢的把它撿回來 然後我覺得歌仔戲團最讓我欽佩的是 就是在我們已遇到很不熟悉的一些身段 或者是有一些情緒要用肢體表達的時候 其實剛剛大家看到那個唐團的青年團 他們演出的這每一位小老師們 完全是不吝嗇地教導我們很多很多 在一些角色人物上的一些細節上面 然後運用身段的部分 把這個人物角色呈現出來 所以在排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還蠻感謝他們的 可以再另外一輔助幫我們 雕我們各種 對他們來說應該算是很基本的基本功這樣 由國家兩廳院主辦 唐美雲歌仔戲劇團 孟婆客棧 明星雙飛霞 將於11月14號到11月17號 在國家戲劇院熱血登臺 邀請觀眾一同走入劇場觀賞 親眼見證歌仔戲的獨特魅力 記者聯繫會 台北報導